走到三秒钟 再回来 民众跟导览老师聊天 要准备进隧道参观 这里是新北双溪的三雕里生态隧道 走完整个隧道 有机会看到原生种台湾叶鼻符 看看青山绿水 然后三雕里隧道 还是第一次来 可能没有看到 如果看到就不好意思打扰他们 镜头拍到蝙蝠倒挂顶端 用翅膀裹住自己休息的珍贵模样 三雕里生态隧道 今年开放参观 吸引许多人到访 生态跟观光如何平衡成为难题 游客一直增加 我们最多还到2000多人 势必会影响到我们这边的生态 从刚开始我们在今年的元月 大概有60几只 现在大概有成年到20几只 现在今天我们这样进去看 我们也算到38只 它就在这上下里面 三雕里生态隧道 是新北市唯一的生态友善隧道 为了维持隧道里的生态 解决人潮问题 8月29号起 部分平假日都要事前预约 每天分8批次 每次160人参观 新北市管理局也加强宣导 希望游客更轻声细语 导览人员部分它也会做说明 那刚刚有那个环境宣言的部分 我们最近也就是安排了保全 在蝙蝠七徐的那个生态敏感区 进行宣导就是比如说 游客进入这个敏感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比较小声的通过 然后自行车也尽量用迁行的方式 这样也不会有暗铃互相影响 许多人喜欢探索秘境 只要遵守相关规定 保持适当距离 就不会打扰大自然共存的每个生命 大爱新闻 周梦如邓一中台北报道